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快过年了 所以来这边给大家先摆个早年 那 过年嘛 今天是12号 那15号 就是除夕夜 有些朋友喜欢看春节令和晚会 这个时候 我们 在海外的朋友 不知道中央电视台怎么办 当然我们有小米盒子 小米盒子买来干什么用的 就是用来看电视的 对不对 小米盒子 是电视盒子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看电视啊 所以它怎么可能不能看电视呢 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怎么样小米盒子 看大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这些的节目 今天要介绍到的软件 就是电视家 那其实 看直播的软件很多 有其他的很多 有小米直播 还有太解视频 甚至 如果你进去沙发管家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很多的应用 很多的电视应用 那我们先进入沙发管家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 比较常用的一些 看电视的软件 隐私 然后走到这个电视直播这里 那你会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 很多的选择 我自己的话 我没有把这些全部都用过 我自己 常用的是电视家 还有用过 小微直播 其他的 基本我没有试过 那我今天推荐的是电视家 因为我一直在用它 而且非常的好用 那你在沙发管家里面 把它打开 那我这边 已经安装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 再安装 我这个 还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 我从来都不只有最新的版本 能用 才是定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先打开它 这是一个不能 不更新的版本 所以我们只好更新了 不更新它不让我打开 升级完成 我们打开它 这果然是春节特别吧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青春的广告 好 这个是广告台 我没有兴趣看广告台 所以让我们回到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 在楼市真正的收藏 今天中央一套 一套一直加载不出来 我们先转到二套 好 正常播放了 那 通常来讲 这些电视家 有一个团队 在后面管理的这些圆 视频园 所以呢 因为这种视频园的话 其实大部分来说到非常 时效很短 常常来说很容易的 时效 所以他们有个团队在背后 经常更新这个圆 就保障了 好 我们用户可以在 看看所有的视频道 比较有保障 如果点这个菜单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 有13个圆 就是 一个频道有十几个圆 给你去选 总是有一个圆 会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也可以看到这个频道 非常的丰富 从中央台 一直下去 然后 这间频道 选项非常的多 频道非常的多 电影频道 各种频道 电视剧频道 明星专题 你可以选不同的明星的 音乐频道 非常的多 还有地方频道 那 因为这些语言嘛 有人在维护 但是我们也不敢保证每一个 他都是工作的 但是大部分 都会是工作的 从目前 我的使用情况来看的话 电视家的缘 还是维护得比较好的 那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我刚才翻这些 其实 你发现我刚才说 教大家看 大陆台 香港台 台湾台 可是这边根本就没有啊 所以说我在吹牛 对不对 我当然不会再吹牛 那实际上秘诀就在于 这里 自建频道 就是 电视家支持的一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自己 自己 添加 视频源进去 然后 就可以看 你自己喜欢看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自建频道这个地方 我现在 先把它清空 我为了演示给你们看 我把我的所有的自建频道清空 现在就空了 我现在自建频道是没东西的 看到我的 这是中央卫视 之间好 我之间频道是空的 那 那 我们 你说 怎样可以看 香港台或者其他台呢 那这个分享码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分享码 这分享码实际上就是其他网友 他们自己建的一个频道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频道给分享出来了 那这个网友如果更新的话 你如果加入 如果用这个分享码 加了这个网友的频道以后 那么这网友更新以后 你也会同步的更新 所以如果有一个网友 他 嗯 经常维护的他自己的自建频道 然后又分享了给别人其他人 那其他人就会 可以 免费的使用这个自建频道 而且 可以保证这个 这个支援 这个电视语言的 的有效性 那 实际上这些频道 这种分享码 就直接谷歌一下就可以了 那 我倒是 直接 在谷歌上搜索电视家分享码 那我这边有个分享码 是 290883 那是 我随便在网上找的 290883 我们直接在网上搜索电视家分享码 就可以了 然后 好这个 搜索完以后 按确定 然后 原来的自建频道是空的 我也不用保留 删除就好了 好这样我就下载了 某一个用户所分享的自建频道 那他还告诉你 你这个自建频道会始终跟他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按确定 那现在 你看到没有 我的自建频道里面就有多出来五个频道出来 那凤凰中文 这边等于是一些香港的帖 香港台 这就是凤凰 凤凰中文 那我可以到这边凤凰资讯 转一下 好 这是凤凰资讯台 那再下一个 凤凰香港 所以说 其实这分享码是由其他的网友他们分享出来的视频源 他有效性是没有百分之百保证的 所以说 朋友们你们就需要在网上去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电视源 这样子 你就可以 比较 流畅的去收看你喜欢的节目 那这个这个不行 我们下一个试一下 这是香港卫视 这个香港卫视这个语言是可以播放的 但是速度稍微比较慢 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卡顿 等一下也只有一个语言 你也没得换 我刚才介绍完用分享码加添加自建频道 那我现在再介绍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如果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你找到一些视频源 那你怎样把它添加到自建频道里面呢 好 这边有一个介绍 你可以看到 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一个 可以通过U盘上传自建频道 等一下查看操作方法 然后他这边说明 如果你找到直播员地址以后 你把直播员的地址 复制 然后放在一个 txt文件里面 然后把这个txt 这个txt文件名字叫tv 叫txt 然后把它 把这个文件放在U盘的根目录下 那格式很简单 就是频道名称 逗号加上频道地址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txt文件 然后逗号 后面那个http 这其实这是语言的地址 一个语言 其实其实是一个网站的链接的感觉 看起来其实是一个网站链接 然后他后面还讲更改编码为UTF8 就是在另存为的时候 把那个编码改成UTF8 然后U盘插进电视 然后电视夹就会自动把它分辨出来 好 好现在我已经把 这是U盘 我已经把 我已经把 我们需要的文件放进了U盘里面 现在让我把U盘插进去 现在让我把U盘插进去 你发现U盘插进去以后 这个就弹出来了 他就马上就发现U盘里面有视频源了 他就先问你 原来的支键频道列表需要保留 我这里不保留了 就先删除了 好 支键频道列表获取成功 那这个时候 已经好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支键频道 从9000开始 非常多 因为我刚才加了这个圆 挺大的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 一直往下方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好几百个 我刚才还删除了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U盘不对的 我已经删除了 谁看到这个 但是这个圆嘛 就是说 晚上发布的 它到底多可靠 很难说 我们来试一下这些 我们比较关注的港澳台 泛黄卫视 中文台试一下 工作 我把声音打开 香港台 也工作 挺好 然后 美洲台 也工作还不错 速度还可以 然后 TVB翡翠台 可以 按菜单键去查看 它有几个月 一个月 这个网上直播 稍后秘密 这是可以看 只是这个有版权的 它暂时 也播放 版权所需 首先 晚上直播稍后 稍后恢复 但是这其实是可以看的 很多 国家地理频道 国家地理频道 可以看 看守世界 国家地理频道 不 事 也不 来 是 这台湾佛教居然还是可以看的 沙特朝鲜日报 还没有一些欧盟比较有兴趣的频道 奥斯阿门台 可以看三立台湾台 可以看东森美洲新闻 回来日本这些很多台我都根本就没有听过了 你也可以看很多可以看 我觉得这个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还是不错的 因为有效率还是蛮高的 有效率 网友分享的频道 如果用分享码的话 你的资件频道会跟分享的网友的同步 如果网友积极的maintain他的频道列表的话 那么语言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这就完全依赖于网友分享者 他到底会不会去maintain他 不maintain的话 所有的语言可能用了不多久以后就全部失效了 那如果你自己去找圆的话 那就是自己掌控 自己上网自己用u旁来update这个圆 那么这就是圆完全有自己掌控 如果你自己不去更新这个圆的话 他可能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就失效了 所以更有利弊 网友分享的这些圆嘛 因为都是免费的 他们的有效性都不会非常的长 那电视家有个团队 他会免贴他的那些官方的圆 所以官方的圆 比较可靠 那剩下资件频道的圆 就没有那么可靠了 那就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去寻找去更新 那基本上在网上发布圆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想要看的节目 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那除了电视家以外 其他的直播软件 像小微直播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直播软件 基本上他们的原理大同效应 都是在播放一个直播员的那个URL 所以说你基本上都可以支持支持这个 支持这个支键频道 然后有的圆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很快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很慢 就是因为地理地理位置的不同 有的圆对某些人有效 对某些人就无效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去保证 好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春节快乐 当然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OK 拜拜